预防心梗不做到这三点,迟早会出事 大家好,我是中医华医生 人到中年气质血瘀,气血两窥的问题就会不请自来 时间一长便会影响心脏的气血循环 因此预防心梗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 根据我数十年帮助数万患者缓解心脏问题的经案来看 如果做不到这三件事,那心脏便迟早会出现问题 还有猝死的风险 首先是保持情质平和 长期抑郁和焦虑都会导致心肌气血不畅 从而影响心神,进而影响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因此咱们在平时就要注意保养情质的舒畅 避免过度激动和愤怒 使心火肝火上抗,规避气质血瘀的风险 其次是饮食,避免支腻或过饱 要知道,无论是暴饮暴食,还是长期使用滋溺辛辣的食物 都会损伤脾胃的技能 从而让湿热淤滞,也会影响心肌气血循环 因此咱们饮食就要以清淡为主 多时具有清热力湿的蔬菜为宜 最后还要注意气血的通畅跟体质的阴阳平衡 这就需要咱们平时保持运动的习惯 这样才能吸纳外界的阳气 起到调畅身体气积,调和阴阳的目的 同时运动还可以处境气血循环 使经络得到乳氧 这也有助于心脏的养护 你记住了吗? 为了咱们的健康 以上三点一定要注意健行 这样才能够切实养护好心脏 否则只会越调又危险 从而使心脏受损 最后还要提醒 中医讲究自胃病 这就需要咱们在生活里 及时发现身体异样 要及时辩证调理了 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 规避心梗未敌的发生